Hello Chas 老板来了 早上好 我刚才进来之前 先把他往其他景象分享了一下 所以来晚了 我怎么看 人数 我先把人数 6260 热度 我看一下说到处什么 大家都在说 你们俩先聊 我先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你们俩先聊 我们是一个技术公司 我们其实 这种直播 你上一期看了米露的没有 我没看米露什么时候直播的 米露是第一期 然后你是第二期 他是18号直播的 那我们一共几期 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随性的 没有几期 我们有 对我们其实有新剧要上的话 然后这种形式邀请 主演来直播室聊天 这种形式 我们是第一 用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聊聊 说到故事了 对 好 说到故事 我说到故事了 所以说通知 然后现在人气急升 现在已经二三十万 二十三万 对 一下子多了好多人 对 刚才您没来之前 我们也随便先聊了聊 然后粉丝慢慢的多起来 对 我也跟我的粉丝们说 然后来看 哈哈 你在哪儿跟他们说 你在微博上跟他们说的吗 对 我在 我在那个粉丝群里面跟他们说的 让他们来看 你是我在那个微信群里面 微信的粉丝群里跟他们说的是吧 算是吧 因为我知道 你微博上的粉丝也特别多 好几百万的 六百万 六百万 六百多万 我跟我的那个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来啊 让他们赶紧来 那我们要 那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吗 我们的boss星期会的第二期 我们要先跟boss说话 我们已经开始了 那我 这就是一个特别那个比较那个随性的一个 就特别 聊天 比较 比较 不正式又不正式的那个一个一个聊天的方式 呃 那个以前 呃 蒋冯杰你以前聊过这样这样的聊过吗 这种分屏的 我觉得就是拍就是那个宣传戏就是第一次这样的方式 可以就是跟大家互动啊 还蛮有意思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是把这个第一次啊 献给搜狐啊 耶 第一次 那个当然啊 反正网友现在多起来已经到快到60万了 我看 哇 60万人气啊 我没说60万人啊 我说60万人气 那也是人相当相当多的 然后 呃 我们呃 先我先那个嘉宾介绍一下 那个蒋冯杰我就不用介绍了 你比我 你比我们都有名 哎呦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然后刘明丽我大概介绍一下吧 现在刘明丽也是然然上升啊 名气越来越大 是吧 那个 那个 搜狐的资深制片人啊 呃 然后也是那个 就是 你说说你做了哪些伟大的剧吧 嗯 又又又 我再一次强调就是 有几个还比较受欢迎的剧 谈不上伟大 然后呃 很多人应该也都看过 像我们一 呃 16年的时候做了法医清明 然后还有拜见公主大人 还有最近 刚刚热播完的奈何boss要娶我系列的 就是呃 我们这几个剧都是在不同的类型里边 然后有一个还不错的成绩的 网友也都比较喜欢 我不知道蒋冯杰我们的桃子看过没有 看过看过 那个奈何就是有看过 而我看到很多网友们都说 哇好厉害啊 都是特别喜欢的剧也都很火 大家都都很喜欢 那好多捧场的哈 对啊 你也看了左边的那个屏幕上的那个 那个 那个网友的网友的留言是吧 嗯 对 大家都在看 拜见公主大人 想要和大家好好的 然后 对接下来就希望 早期呢 拍过的一些是吧 比如什么乐俊凯 也是你拍的吧 对那很早了 那个在一 一三年左右 就是还没有很成型的那种网剧的时候 我们拍过乐俊凯啊 钱多多 贝加记啊 什么的 哇 很小的 对还有 哦 然后我们真正的就是很长的 这种长剧情的网剧做的比较好的开始 其实就是 无形法师啊 他来了请闭眼啊 我奠定了非常好的自制剧基础 是 这就是刘明哥 大家都知道啊 整天看那些剧背后的 背后的人物了 那个 然后讲风节我就不用介绍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就可以聊一聊 当然今天我们那个正题是聊这个 马上明天吧 21号是吧 今天520哈 521呢 就播出这个 这个这个引起注意啊 就是姐姐引起注意 那个 所以一会儿我们聊这个事儿 那么现在呢 就说我们还是聊一聊 姐妹结伴 那个我 咱们是 咱们以前在什么盛典见过吗 还是 对 各种就是搜狐的时尚盛典见过好几回 因为基本上好几年我都有连续来参加 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去年年底的那个 那个我们新系的推荐会啊 然后也都是有见到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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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所以当然是这个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 对搜狐的我们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吧 都是自家人 自家人 好吧好吧 自家人 不但活动特别参与 然后我们这个剧当时邀请演员的时候也是特别 特别积极 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积极的想要来演这个剧吗 因为我要演姐弟恋 对 因为想谈恋爱 因为要谈恋爱 要演姐弟恋 你喜欢姐弟恋 你喜欢姐弟恋是吗 还是不错的 你喜欢找那个姐弟恋的感觉是吗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戏的剧本 然后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哇好甜 就是整 就是从第一集到最后集感觉每一集都很甜 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那种甜剧嘛 然后很想尝试一下 然后这里面又是一个姐弟恋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自己又觉得说哇 就很期待 然后又很好奇又很想演 所以就很开心的接下了这部戏 当时是刘蜜莉把这个剧本发给你是吧 让你看了一下是吧 对对对 我当时看完剧本之后 天哪 我就是一直在姨母笑 一边看剧本一边姨母笑 我们的剧本人见人爱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有弹入感 然后就把自己带进去了 所以说到剧本的话 那上次那个跟米露聊的时候 就说这个是那个 灵灵灵你们在 关在一个会议室是吧 脑洞大开的聊是吧 聊出来的是吧 我们跟对我们跟编剧 还有我们的制片人团队啊 还有我们的策划团队 基本上就是聊了很多次 不是一次聊出来的 我们是一边演一边聊 把整个这个剧本的脉络 给梳理清楚的 那我是要一边演 我想知道一下 是不是你没有亲身的经历 并没有 可能没有通勤 你难道没有经过姐弟恋吗 真的没有姐弟恋 就是就是因为没有 所以呢也也觉得很美好 就是有想象空间 所以我们愿意去给大家造梦 就是我们做梦给你们造梦嘛 对吧 给观众造梦嘛 其实我觉得整部戏拍下来 就像一场梦一样 然后梦醒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点失落的 你里边有一句台词也是这样的 你还记得吗 哎好笑的 哎有有有有 就是你说 其实人生是很短暂的 对吧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就像一场梦一样 所以有姐弟恋就赶紧谈吧 等不起啊 是这么个意思 对吧 我就觉得就是 这整个角色跟我的就是状态和我的那个感觉还是挺像的 我自己是很容易带入进去 这个当演员这个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是吧 一段一段 一段别人的生活 一段别人的生活 然后自己可以去感受就是角色的那个人生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演员真的很幸福 可以体会好多种人生百态 那你那个进入那段梦境之后 拍完之后有多久之后走出来吗 走出来呀 我就每天跟自己说 我也不知道多久 但每天跟自己说 啊梦醒了 好了梦醒了 等我们泡泡泡要被磕破了 好吧 这个一会再说这个剧啊 那个 因为那个尽管咱们见过多次 我这个对你的背景了解还是刚刚看了一下这个 一个资料啊 你是那个 因为你是等于是那个 你是这个赵薇之后城是吧 你是五湖人是吧 对 我是五湖人 啊 安徽五湖 对对对是 安徽人特别厉害啊 然后 那个尤其在北京的安徽人特别厉害 嗯 那个 然后你是这个后来 呃 然后 后来是舞蹈出生是吧 跳芭蕾舞 对 我其实是11岁的时候 然后我帮我妈把我送到北京舞蹈学院 学习芭蕾舞专业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从11岁到现在都一直在北京生活 然后也是从11岁到18岁在学习芭蕾舞 所以这个 跳舞的人不一样 跳舞的人一般品质特别意志特别坚强 对吧 嗯 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就是训练啊 然后也比就是普通的这个 呃出高中的孩子可能要身体上面辛苦一点了 然后包括父母也不在身边 所以我们就算是就属于那种比较对吃苦耐劳型的 就是 独立 对对对对像一般就可能大家觉得拍戏很累啊什么的 其实我们就还好我觉得其实很幸福了 比跳芭蕾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而且身体好从来不感冒吧 嗯也还是会但是就是比较容易有伤就是我腰伤比较严重 我有段时间是那种刷牙都起不来的那种腰伤 那后来是治疗了吗 嗯就是我有大概一两个月每天要去扎针灸 然后要去治疗才行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不定时的会犯一犯 就是可能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你最近劳累过度啊或者是用身体这个可能打戏啊什么的就是容易还是会容易那个毛病复发 所以你舞蹈出身也拍过不少打戏吧 拍过一些打戏啊 然后拍过一些就是用了兵器啊什么的那种武装戏会比较多一点大戏 那个关于你过去演的作品呢 我确实我是因为确实看的剧比较少吧 这个所以说你演了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品 要不那个刘美丽你跟那个蒋梦姐聊一聊 那个就是比如说过去演过这么多 因为我知道你当时是那个《红楼梦》那个出道了 对《新红楼》 对 然后你们讲讲你这个历史上伟大的作品 以及你最多骄傲的 你觉得最值得回味的 你们俩聊一聊好吧 对还有就是 一些角色 对对对 还有就是你最喜欢的角色 当然我们希望说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播完以后 另寻讯会成为你最喜欢的角色和关注心目中 关注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角色 能够超过林黛玉的 但是你自己对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聊一下 就是你从你是新红楼是第一部作品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其实我说真的 因为我其实《红楼梦》播出之后 到前段时间 这么多年我是自己没有看过的 因为我不太敢看我自己的演的东西 但是前前上个星期吧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很想看一下 然后我就陪我朋友一起看我的《红楼梦》 我突然发现哇塞 那个感觉不错啊 质感很好啊 然后也觉得虽然那个时候很青涩 但是让我觉得是一个能留下的一部作品吧 那像令寻讯这个角色的话 虽然跟《红楼梦》肯定是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也是倾注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感受 然后和经历 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角色的人设部分 其实跟我自己还有点像 虽然就是说可能 就比如说什么有孩子在已婚啊 其实完全没有 你在说令寻讯是吧 对对对说令寻讯 没没说《红楼梦》啊 这个那个 《红楼梦》已经说完了 对好 现在引起注意一下 对大致的概括了一下 因为我想说可以多说到咱们的新戏 对 然后呢我就觉得令寻讯这个角色 她的人物性格什么的 其实跟我本人还挺像的 所以在演的时候 到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说很困难的地方 对 然后主要我的部分 还是负责这种甜甜的恋爱的部分嘛 对我来说 就是非常的幸福 其实这个角色离你特别遥远 对不对 这个角色本身 离婚啊 生子啊 然后那个 而且还有个小孩是吧 然后又有个 他又回到职场的这种 对 其实 其实就是这段经历我是没有的 但是呢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还真有那么两三个 都是这种 就是 有的是已婚 有的是未婚 但是有的小孩 然后就没有另一半了 然后他们 孩子大概六七岁五六岁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遇到了就是年纪比自己小的男生 然后也开展了甜甜的这种恋爱 所以我其实是从就身边的朋友 去跟他们聊天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咱们这个戏虽然是一个就是 我这个角色是一个离过婚的女生 或者是有过小孩的女生 但是 我们主要还是讲一个就是恋爱的部分 甜甜的这个恋爱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说啊 这个有点太不现实 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就是 就是像这种有了小孩 但是还想寻求爱情的 他们还是会让自己过得很幸福 然后 会让自己就是 就像每天 像是在那个拍偶像剧一样的这种恋爱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现实当中 其实那个国内可能是这样 可能那个作品里面会少一点 但是其实你不是看美剧吧 美剧里面好像美国人对这个 都经常都是有好几个小孩了 那个人还在恋爱呢 对吧 包括你看他们那个国土安全是吧 对对对 国土安全里面那个女的 三个小孩 后来又跟另外一个人跟那个是吧 因为她老公不是被被那个抓到什么 什么伊朗什么 对吧 对对对 美国人对这个好像是说你有几个小孩 什么反正是好像一辈子都可以恋爱的感觉 其实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了 我真的我身边的 我前助理她是有一个小孩 然后呢她就是一直 她虽然有小孩 小孩现在已经大概八岁了 但是呢她一直保持着少女心 所以她真的每天都会就是说 哎呀我要就是看偶像剧 然后我想恋爱 然后也有遇到就是比自己年纪小的 可能小十岁十来岁的男生 前段时间还在跟我聊 她说哎呀我很喜欢她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她在一起 然后我就鼓励她 我说没关系啊 只要你喜欢就好了 不管你年纪多大 反正她都还是保持这种少女心 然后我觉得说你只要开心幸福 然后跟她在一起快乐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很多这种 就是可能离过婚的女生 还是在寻求自己的爱情 还是很多这样的女生 其实这是现代女生 无论是什么年龄 什么什么状况 什么离婚不离婚 有没有孩子 恋爱是每个人的终生的权利 对不对 恋爱恋爱大过天啊 其实可以恋爱一辈子的啊 接了婚也可以就是跟自己的另一半 继续保持恋爱的感觉啊 对啊 不能跟自己恋一半 不能跟外边的人恋爱啊 不能跟自己的另一半恋爱 哈哈哈 我觉得 为什么要Q我 主要是就是 一定要保持这种 每天都很幸福的感觉就好了 对 现代女性其实是这样的 这种价值观恋爱观了 就不像以前 可能离个婚 可能就是天大的事 然后天塌下来了 好像这一辈子都失去爱 爱人的能力了 然后也可能不会再获得爱情了 现在的女生可能就是 包括我们剧里边的令许许也是一样的 就是 他在最灰暗的这一天 然后开着小破车 把人家的豪车给撞了以后 其实已经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了 但是他还是 化危机为什么 为机遇是吧 然后成功的获得了一份工作 而且其实 他的整个这个的 后面姐弟恋的这个恋爱的路 其实很多的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每一次的工作机会啊 对吧 对 就不是那种我等着 然后我是个傻白甜 然后我等着那个 我自身条件是这样了 然后我等着上天来劝顾我 基本上 我们现在的 现代独立女性啊 已经 不是这种爱情观 或者是价值观了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 对 我是觉得说这个 立女性是个傻白甜 倒没有 因为其实他在这个职场里面也是 对 还是很努力的 而且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见解 毕竟他失去过 他就知道说我怎么去争取 即使这个方法并不是很聪明 或者是说 会有一点点就是 就是有点怎么说困难 但是他还是会去努力去争取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值观 就不管你失去过 只要你失去过 你就知道去珍惜 然后去争取 这样的 其实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傻白甜 他可能是在爱情里面 对 他是一个就是 还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我觉得就是充满爱 心中有爱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 就是可以让自己过得幸福 对 其实令寻寻代表了很多的这种女性 就是外表非常温柔软萌 对吧 还是比较软萌的 但是内心特别坚定 而且很坚强 真的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剧 也是不 已经不喜欢看那种傻白甜 等着 等着救世主 等着那个骑士来救我的那种了 其实现在我们喜欢看的也是 呃 我们现代女性的一种 就是自己争取 争取幸福的这种精神 令寻寻就是这样的 其实令寻寻就是属于 可能很多人看的时候会有共鸣 觉得我好像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人可能自己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能看到令寻寻代表了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这种 还是挺有共鸣的 服输的精神 然后可以去努力为自己的幸福 或者是为自己的这个未来去争取 然后并且也在职场里面有一些贡献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满独立的一个女生 即使是 对 婚姻受到了挫折 但是依然可以相信爱情 对 作为一个断工女 在职场上是有再次进击的 其实没有说只谈恋爱 对对对 这个角色话题其实容易更引起广大的女性观众的共鸣 因为这个更是社会现实 对吧 因为那个傻白甜啊 什么八道主才爱上我啊 那种被一个歧视来拯救的那种角色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对对 那种就是叫什么玻璃公主 那叫什么来着灰姑娘的 灰姑娘 对对对 那个已经是现实没有的 对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剧将 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 其实并不是说我看了你一眼哇 你好美啊 然后你引起我的注意了 或者是或者是一些就是很怪弹的举动 我们真正引起这个注意的话 其实还是女主的一些在工作上对吧 弃而不舍能够把危机转成机会的这种这种能力 还有就是内心很散发出来的这种善良 然后引起了我们男主的注意 刚开始 刚开始并没有引起男主的注意是吧 嗯 然后就 你待一待 太特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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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太可爱了 对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经引起注意了 我们的女主就是与众不同的 今天很美 主要是因为肤白貌美了 特别 因为对的太肤白貌美了 典型的代表 肤白貌美的代表 好 桃子 主要主要是男主角看走眼了 男主角年纪太小 身体不太好 年纪太小 没见过世面的 对 没见过姐姐 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姐姐 就引起了她的 不仅肤白貌美 而且那个 然后 而且呢 后来发现这个就是特别 特别受照顾 而且他们是有一段渊源的 这个我们不能讲 好吧 继续了 这个不能讲 但绝对是甜甜的爱情 而且不止甜 对 当然也有就是各种职场 就是 我们拥有着一个 特别中二的名字 对 你成功引起我都注意了 这个名字是挺中二的 中二怎么解释啊 就是比较二次元的 然后 对 但是 我们有着非常偶像剧的剧情 就是很甜 很美 然后 最终呢 我们还是依靠现实生活 去做依托的 所以还是比较现实的 每一段关系都很现实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人物设定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根基的话 都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虽然它是一个甜甜的爱情戏 然后很偶像的这种 但是它基本上这个人物的设定 都还是挺挺接地气的 所以它是下得去的 好吧 这个剧再聊就剧透太多了 剧透特别多了 不敢说太多了 比米露来的那一期要聊的 在剧上要聊的更多一些 毕竟女一号来了嘛 哎呀 主要是我太喜欢这个戏了 所以想多聊一点 可以 我觉得还是要不然多聊聊你吧 可以 可以 回到你吧 回到你 大家肯定很想知道 我的假发到底是在哪买的 因为我前面就是播了那个 就是我家的闺女嘛 这是一个记录我生活的那个综艺 所以大家现在都很好奇说 我在哪里值的发 然后我的假发片在哪里买的 然后大家都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要去做 我看了 你是在一个综艺里面戴着假发是吗 就是是因为我平时出去工作呢 呃就是因为我的头发是细软型的 然后就想说写的发量多一点 然后那个发型师就会给我安假发的上面 然后那天正好去咨询直发 然后没想到 你现在是真发 你现在是真发假的 我今天是真头发 我今天想说就是简单一点嘛 然后就没有戴假发了 但是我昨天还戴了呢 哈哈哈 后来别人就问你 就假发在哪做的是吧 很多人 然后我现在很多朋友来了第一眼就是说 哎 我觉得你还好你不是很秃啊 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秃子 只是发际线比较高而已 哈哈哈 我就是发际线特别高 然后额头额头好看 还好你额头很好看 这个发际线高是遗传的吗还是吧 我觉得一是遗传 二是因为我小时候跳芭蕾的时候呢 我们要梳那个转嘛 然后加出那个子 如果要都是要梳到后边是吧 对我们如果散的话老师是不让上课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说得累的剧景都那么刻的 所以我们从小就说得累的剧景都那么掉眼 眼睛掉下来那种 哈哈哈 你说是那个发际线高好还是对女孩来说发际线高还是发际线低好 哎呀就是如果好好看来说可能是就是稍微低一点呢 就可能比我低一点 但他们说我这种什么天庭饱满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讲 额头好看的话 额头好看发际线高可以 你的发对你的额头挺好看的 就不需要刘海对也不需要发际线太低 但是要小心脱发哈 小心越来越往后 你们知道为什么后来没有去直发吗 医生我最怕 因为他们说直发是拆东墙补西墙 就是把后面的头发取毛囊对对对对 后面就没了就是在可能就是交错了 然后他们跟我说我话说是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拖发很严重的话 你又直了发你可能前面直了 然后这块全是秃的 然后到后面再有一点头发 就变成只有这一块有头发 那你就要不停的直吧 对吧 那很疼啊我才不要呢 是挺疼 直发它会满头好像都会有流血的 就是挺可怕的 我听他们说过 对非常多的演员都在咨询直发 因为拍古装啊什么的 第一次听说啊 我跟一些拍古装的男演员 我们说我们要一起去直发 大家都说好了 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去问 然后也没有一个人敢去 大家都很怂 因为就是他疼 那么疼啊 就是感觉很恐怖 然后又有点密集恐惧症 然后就很多毛囊就塞进去 没事你就带假发片吧 那你又看自己有看 什么叫密集恐惧症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 我又去直发的那个医院去看了一下 去咨询了一下 然后结果那个 他又给我们看那图片 然后他视频 我的妈呀太吓人了 真的是 不敢了 我就跑了 跑走 没事 带假发片挺好的 我准备好看不用 没事吧 算了 我放弃了 等我大概四五十岁之后 我再想想看要不要直发吧 现在还等 你最近上的综艺特别多啊 是不是 还上了一个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上了这么多综艺最近 对 那个是一个演喜剧的 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对喜剧还挺感兴趣的 然后 那个正好是跟秦潇贤 就老秦就是德云车的一个 扛把子 然后一起演了演了两场吧 演了两个小品 都是喜剧的 然后也上热搜了 我看到了 对对对对 所以最近 最近围绕你的热点是什么 就这个这个事吗 不是 就这个综艺这个 最近 综艺 因为最近就是上了我家那闺女 然后还有笑起来真好看 然后还前两天去了那个快本 所以最近就是一直有综艺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还会有 还会有 马上我 咱们明天播戏播 然后后天我就要去出差了 然后我得六月份才回来 后面还有好几个综艺和工作要去做 所以你今年的工作 一部电影 你拍完了一部电影 前一段时间那个疫情期间你都干嘛了 被困在美国了 疫情没有后来回来了 因为疫情 因为家里人就是老年人在那边就去看了一下他们 然后现在就是后来就回来 回来之后 但是我疫情期间在家里面把我家那闺女给拍完了 因为疫情他们都来不了 工作也来不了 然后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去那个 在家里面安机器 然后我自己在那安机器 然后搞机位角度 然后还有那个水平啊啥的 我现在对那个摄影机特别明白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怎么收音怎么弄 全都是自己弄的 所以我就是所以我就是一边就是疫情 然后一边我每天自己在录我家那闺女在家里面 这个是一个短片还是什么一个综艺 一个综艺 一个湖南卫视的综艺 对是观察我们的生活 然后所以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当导演 当策划 当摄影 当装法 然后什么 还要出演 主演 然后录音全都自己来 因为工作人员来不了北京嘛 我只能自己就是跟他们视频 一边视频然后一边说 这个机器角度放哪里 然后怎么怎么弄 然后所以都是一个人拍出来的 你那个综艺你爸很圈粉呗 是不是 我爸昨天前天 哎前天还跟我拍了一个杂集封面呢 我爸要出帽了 但是我爸是拒绝的 当事也出了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都很喜欢我爸爸的那个 就是他们 言论观点 对对对 他的观点 对对对对 我爸是一个比较怎么说 思想比较开明的爸爸 然后我们家庭的环境呢 又特别的和谐 所以我就是跟就是家里人的关系特别好 然后我爸爸他平时也会给我输出一些特别正能量的思想什么的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跟我爸爸一块 那你去美国是看你家的 你爸爸妈妈在美国吗 还是不在美国 没有没有 我家我就老老人 嗯 对老老年人在那边 年纪很大 90多岁了 在那边养老是吗 没有他们就是一直是在那边 就很很很小就过去了 对对对 然后家里人年纪比较大了吗 所以在美国什么地方 在洛杉矶 所以你是去了前一段时间去了洛杉矶一段时间是吧 嗯 就是去看他们 看他们一下下 你在你在那流浪了多久 有一个多月吗 没有那么久 没有那么久 就是想着赶紧去看他们就赶紧回来了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 想怕他们以后 因为来回折腾也挺麻烦的 然后我就想说看看他们 因为怕以后见不到了 所以想说 很有小心 对对对 想看看他们 所以你今年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综艺哈 也有戏也有戏 对 嗯 就是最近也是 刚刚拍完的一部电影 然后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德云社特别有缘分 因为你 因为你 你越来越有喜剧天分了 我觉得是吧 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是跟秦潇贤一起录的综艺 然后后来呢 又去那个 嗯 就是录拍了这部戏 这部电影是有 秦潇贤是男的女的 男生 一个很很有名的一个90后的一个相声演员 然后最近也有就拍这部戏 正好是和那个于谦老师 然后还有那个鸾云平吧 嗯 然后我们是在一部戏里面也都是那个那个 对都是德云社的演员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能跟他们一块合作 对因为那个我们跟德云社也合作挺多的 以前我们拍过那个 以前那个林子大了也是跟德云社 对对林子大了 对 那个 郭德康他儿子叫啥来说 郭启琳 郭启琳 郭启琳主演 过一段还来我们这呢 是不是 郭启琳现在好火呀 对我就 因为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哎呀你们能不能就是 因为他们票不好买 我说能不能 就是到时候找他们买个票啥呢 我就看他们演 但他们现在就是 就是开箱的话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可能得到九十月份吧 不知道就是 希望就是我等他们开箱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他们就是相声 你觉得除了问你自己 你自己有那个想当那个 脱口秀演员的想法吗 我感觉我这口条没那么好 但是我我是愿意尝试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要再就是 好好的练习一下 因为我我当时觉得特别开心 能跟这些就是 喜剧演员啊相声演员一起合作 就是可以去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大家一起玩喜剧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现在反正那个很多东西都是变成直播了 我们在这边也开了几档那个直播节目 就是喜剧的脱口秀的节目 是吗 现在都可以直播就是录节目了 这么厉害 对 现在就把直播当成电视台的节目了 那个呃 现在那个网友现在就五六五十多万那个人气了 呃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那个 关注这个蒋梦杰这个账号 你这个蒋梦杰这个账号是就名字后面加了个什么 蒋梦杰这个是蒋梦杰的那个缩写 缩写 对 可能是有人用了我们的名字是不是 对 然后就没办法只能加一个JMJ 呃 这个我们可以系统可以把那个取掉的 那个因为 哦耶 你看有帽子在收拾好 对对 把那个把那个消掉了 你不能这个真真真名字是你的你的归属你的权你的品牌 哦 太好了 开心 包括你看那个所以说呃 网友网友大家一定要关注现在这个蒋梦杰这个账号啊 反正就是只要关注了以后他名字变了还会继续关注的 这样的话如果大家多多关注 对 因为你这样更新了你你甚至可以在这来直播开直播 然后或者是讲笑话都行 最后你的粉丝都能收到push 嗯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这个账号啊 以后会经常过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一定要关注 你甚至还可以来那个在这来带货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带带假发 那个因为我们这跟那个我们跟那个淘宝店带货不一样 我们这呢就是说我我准备6月8号带货 就是那个就是我会介绍一下我生活中用的一些几样 东西然后呢 然后还有那个小黄车到时候也可以马上上了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那个深度打折 因为我用的几个东西呢 我都跟厂商谈好了 然后呢厂商给了个深度打折 然后呢 这么好 大家网友一点小黄车直接去那个京东或者淘宝 在那个直接那个店里面就买了 所以说6月8号你以后也可以到我们这来带货 把你生活中喜欢的东西 好的好的好的 我先学习一下我也多看一看 回头看一下boss的那个带货的直播 我回去给买点东西 从你生活中间买点东西 6月8号下午 哎晚上 6月8号 6月8号 大家看起来啊 对 对 那个有的我外卖东西打折有的打100块钱呢 哇塞这么便宜 对打折100块 就是减100块 哇塞太好了太好了 我要去我要去 6月8号我要看起来 我要买东西 对然后面单来带货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哇大家都说力度很大 是 你自己有直播看直播买东西的习惯吗 消费习惯 我也有看直播买东西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很便宜 然后 对 然后就能送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偶尔会开 但是就是可能时间有限吧 不是不是经常看 对 对 直播买东西这个 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对对对对 关键大家要直播买东西 也要看我们的戏哈 現在真的是明星更要直播了 现在直播成为大众的标配 尤其明星更要直播 是呢 是呢 哇现在好多人在 我们也要看一下 我们左下角的留言 看看有没有网友在跟你提什么问题的 你得随时搬搬牌子 可以可以 大家跟我跟我们聊聊天 然后我们看一看就是大家有什么想要聊 大家想了解他 然后我们都可以随便聊哦 关键是明天戏就要播了 对 怎么护发 好紧张 怎么护发 看 哎 然后另外就是一定要防晒 防晒很重要 我就是以前不觉得防晒重要 但防晒就是可以抗老化 然后可以就是防止就是脸上长斑啊 什么的 所以一定要防晒 不管是有没有都要防晒 他说你和小纯走有多少亲亲 那能告诉你们呢 你自己看 这个要自己去数一下 你们自己数吧 反正还是有一些的 我看还有什么 皮肤真好 谢谢 保养很重要 其实我真的是那种很疏于保养的人 分享一下趣事 我们偏常啊 就是被刘瑟带成了 就是一直在说调语 你们知道什么叫调语吗 这个我也是去剧组的时候 被他们给带跑了 我也天天叫叫叫的 你跟我普及一下 你给Charles普及一下 他不知道 就是有一个叫调歌 网上有个叫调歌 特别火 然后他说话就是 你给我一叫调 然后叫 哇 然后就这样 然后所以就是 对调 然后他一点调 然后他就是 因为刘特嘛 他好像之前是参加那个选秀节目 然后他们在那个节目里面 所有人都会说调语 然后就变成了把我们所有人都影响到 每天我们都用调语来说话 一个网络红人的幼女吧 刘特那个好玩 刘特逗吗 刘特挺逗的 特别特别好玩 然后我们每天在现场就是 互相伤害 他老还欺负人 老还欺负我 没事就脱脱的要打我什么的 然后被 对姐姐一点都不好 现实生活中 对 然后被猫猫姐给拍下来 你的照片我还记得 我开下来了 我很愣和他们前面走 然后他就要打我 你在剧组学了多少东北话 东北话 被他们带的 对我们剧组好像有不少东北人吧 张冠森是不是也是东北人 我本来东北话 你猜是北京人 是北京人吗 对他北京人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东北话挺不错的 因为我同学都东北人 然后再加上剧组呢 大家没事要不然说钓鱼 要不然说东北话 所以现在东北话还是不错的 给我们学两句 哎呀老B了 要说啥呀 啥都行 是你那个 你在上学的时候 学舞蹈的时候的同学是吧 东北人 我们东北同学大概就是 一个班有80%多东北人 所以我有时候 这东北人都会问我说 你是东北哪里的 然后说我不是东北人 我是南方人 可是我就是说话 对 就说话会有东北腔 我也很崩溃 我自己有时候在改 因为我很怕我演戏的时候会冒出东北话 而且你的性格其实也挺东北的 对 比较大 对 我虽然是个南方人 但是我从小在北方长大 所以我有点北方人的性格 我觉得我跟北方的性格还是挺 就是挺像的 你是十几岁来北京学舞蹈的吗 是吗 在我十一岁 十一岁来的北京 哇塞真的好厉害啊 对 根本小就送过来 自己一个人在这 其实我也不想到 是我爸妈就是骗我来的 我爸妈说你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看看长城 我说好啊 这是故宫啊啥的 这是梦想呀 然后一定要来 来了之后我就被摁在学校里面 看完景点以后就把你留在这儿 他们走了 真的 然后就开始压腿了是吧 压得喊掉 对 我第一个来的就是天安门 然后来到天安门我就被去考学去了 考完学就留在北京了 挺好的 你看你的你现在 你现在的人生也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爱上了这个地方了 网友说 那肯定喜欢北京啊 因为北京是我 虽然安徽是我老家 安徽是就是一个根嘛 但是北京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所以我就是北京有很多我的就是从小长大的那个回忆 我有时候就是在路上面就是开车 然后看看这里看那里 都觉得哇到处都是我想就是从小到大的回忆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没错我就做演员就是变成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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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在你现在平时还会跳跳舞什么的吗 嗯 现在很少现在很少 但是如果想让我跳的话我还是可以跳的就是 给我一段我学一学还是OK的 所以有那种所以有那种需要跳舞的剧啊 或者是需要打的那种剧 其实你还是这个这个技能还是用得上的哈 对对对对 我拍咱们这个戏的上一部戏那个大唐儿女行 然后在里面就是要跳舞 一开始他们是给我找了那个舞梯嘛 后来那个导演看了我自己跳的 导演连舞梯也不要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想说我是学舞蹈的我也不能丢人呢 我就提前提前练了 我就一直跟他们说我说我要提前练习 然后后来就没有用那个舞梯全部都是我自己上去跳的 所以这个就是舞蹈学舞蹈的转演员其实挺成功的人挺多的 对吧 比如说那个其实张子怡就是对吧 对她也是我们学校的大师姐她也是北舞的 是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学舞蹈的话 你对于艺术的熏陶首先就会好一点嘛 因为从小就在艺术的环境里面 再加上我觉得艺术都是相通的 所以 其实演戏也好 然后跳舞也好 都是需要那种感觉吧 然后再加上就是 舞蹈会帮助这个肢体的协调性 然后包括肢体的节奏感 会对演戏有帮助 是 对 他们说压腿好疼 那你们可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受了多少苦在压腿上面 真的是特有别惨 所以特别对意志力坚强啊 这个学舞蹈的从小就压腿疼 对 而且我们压腿是不许哭的 就是如果你哭的话 老师会再多压一分钟两分钟 那一分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世纪那么长啊 就看那个秒针一格一格走 简直是崩溃 又不敢哭 就挠地毯 然后那个就是 就是 钻拳头 就没办法 手都钻破了 那就疼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天生条件不好的 特别硬的那种筋骨 所以我是属于我们班就是最苦的 就是要压腿的 别人都没有我那么那么难 我是最难的一个 你要比别人多付出 可能要多一倍的努力啊 对 就是痛苦人生的财富啊 对对对 因为我刚进校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说 说你比别人付出多百分 说你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 都不及别人百分之五十 然后所以 好残忍 好残忍 对特别残忍 我就从小经受过精神的打击和身体的打击 然后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两个小时 可能我五点多早五点多就要起来练早工 然后压腿 然后晚上别人休息的我还要继续练完工什么的 就是比较惨 对但是 你现在 会不会现在也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呢 你现在的做期时间是怎么样的 我做期就挺正常的 可能晚上十二点睡觉啊 然后早上可能八九点起啊这样的 但是要看就工作的状况 因为现在也不固定这个时间 比如说你让我特别早起 我也是可以很早起 我每天 我现在就是有个习惯 就是不管我几点睡 我可能只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只要我起来工作了 我都不会赖床 我都是那种叫我起 我夸一下我就起来了 对对对对 怨言都没有 这是一个习惯 舞蹈演员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对对 咱们就是做演员的可能就是都得这样嘛 我前两天录综艺 所以我这两个综艺来回录 我那个校节正好看录到早上四五点 然后睡觉都六点了 然后七点八点要起床 录那个闺女最后一期 然后基本上我就睡两个小时 那睡两个小时就睡两个小时吧 没关系 这个跟我的睡眠理论特别像 我觉得我是每天睡四个小时就够了 人其实不用睡很多 睡的越少睡的越好 那可能就是最深度睡眠的几个小时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女孩可能还是要多睡一点 女孩其实皮肤为了皮肤好 还是要尽量就是有空 只有深度睡眠才最便宜好 浅度睡眠是破坏皮肤的 原来是这样 包括还有黑眼圈啊什么的 黑眼圈不是因为睡少了 黑眼圈是因为睡残了 嗯 残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但确实有时候睡太多会有点头晕 尤其是午睡的时候 午睡尤其不能睡太久 对像我在片场 短促的睡眠效果特别好 对 打个盹 打个盹 对我平常在剧组如果拍戏的话 我再困都不会睡觉 因为我很怕我睡完醒来之后 我的那个状态就会特别不好 就会蒙的 然后戏就也不好了 所以我一般在片场都是 再困我都撑着 就不敢睡 然后那个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什么呀 哎呀我什么都吃 我是一个不挑食的孩子 我真的什么都吃 就是 呃就是 有点油分的糖分高的都爱吃 炸鸡薯条炸鸡吃 那个 红烧排骨 糖醋排骨都爱吃 哈哈哈哈 那个 安徽的著名的菜是什么呀 啊 臭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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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闻到了那个味儿 哦好香 我吃不了 那个 我给你香菜介绍介绍 臭豆腐 臭豆腐啊 红烧肉啊 还有什么 剁椒鱼头啊 还有米粉啊 啊我们香菜太好吃了 对 剁椒鱼 我喜欢吃香菜剁椒 剁椒的东西 我特想吃 剁椒的 这些我们家家户户户 都会自己做的 嗯 都是家里常备的 红烧肉 红烧肉 原来难怪 难怪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 红烧肉超好吃 我们做任何菜都是 如果这个菜 哎怎么感觉味道欠那么一点 只要一勺剁椒浇上去 味道就来了 嗯 太棒了 我也喜欢吃 可是我肠胃不好就不太能吃了 那我记得你的胃不太好 对我其实在拍戏 你怎么会肠胃不好呢 因为我从小减肥 我14岁开始减肥 减到23岁吧 然后那个那段 我看这么多年 基本上每天都没有吃过饱饭 然后拍戏 有段时间可能连续三四个月 每天只吃早饭 然后一天就什么都不吃了 所以就把胃给弄坏了 我就是因为是太早了 哎你是那个 你去吹口气检查一下 有没有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胃快炎了 检查过没有 检查过检查过 这个倒是没有 但是我还没有 我还不敢做胃镜 我在想说如果哪天就比较严重了 我就去做胃镜 但是我又不敢 其实我在拍戏的时候 也有几天就是胃病犯的特别严重 因为那几天正好就吹风嘛 因为我是怕着凉的那种 吹风然后每天就是拍很多 咱们拍就是姐姐 就是咱们这部戏的时候 你成功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也是 就拍篮球场那天 实在是就是坚持不了了 就吃什么都会拉肚子 然后就是会痛 连喝粥都会胃痛 就没办法 吃饭的 而且剧组的话 经常盒饭太油了对吧 对就是有的时候盒饭 有时候可能会 可能放饭时间晚了 或者怎么样 会有点凉啊 饭菜 包括可能有时候拍戏 就是被吹了被冻了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强度比较大嘛 可能一天要拍十几场戏 然后工作时间也就是强度比较大的时候 就会容易犯病 不过没办法 就是就是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这个 对 大家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一碗精要念对吧 对对对 这也是这么好的 这也是这么好的 我最近一直在喝一些什么米西啊什么东西的 就是就是想要养胃 因为有朋友跟我说什么 那些东西对胃特别好 然后我最近就遇到吃那个 但是我现在就是禁止吃辣了 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辣 但是呢我就是不能吃 一点都不能吃 那怎么办 你就不能吃那个麻辣火锅了是吧 对你知道我前一年一直在长沙工作嘛 然后我就天哪我特想吃那些什么米粉啊什么小龙虾 但是我都不能吃 我第一天吃完小龙虾 我第二天就就辣肚子就不行了 然后后来我就被 湖南菜湖南人怕不辣是吧 对 然后我就又又辣又油 对然后每天只能吃就那么三三道菜啊 第一个就是那个白水煮就是什么煮就青菜 第二道菜是这个蒸蛋虾仁蒸蛋 第三道菜就是这个芋头烧排骨 就每一天就这三道菜没了 吃了大概一两个星期 每天就 那个我推荐你那个用我那个 我将带货带一个榨汁鸡特别好 你如果用榨汁鸡炸 你去带汁喝 回头我就去买 我回头我就去看您的这个 而且有配方的有配方的炸的那个 跟我们都讲过对 然后是柠檬芹菜什么的 对 到时候会演示 带货的时候演示 带不好喝但必须得喝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喝的 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好玩 在剧组是你可以自己多做做这个喝 对对对 在剧组的话就是还是要平时要注意营养啊啥的 自己要平时要调理一下 大家都在说期待榨汁鸡 对大家都在期待榨汁鸡 因为榨汁鸡呢 你那个首先蔬菜和水果呢 是特别容易消化的 根本不用消化就消化了 对对对对 所以对胃特别好 再一个呢就是说 不只是对胃 对肠子也特别好 所以那个 然后然后 然后那个同时一榨汁又是喝的粥 所以说就根本也不用消化对胃很好 然后那个维生素啊或者是整个的 这种洗刷的洗刷身体的感觉 所以我是每天必榨蔬菜汁喝 哎呀太好了 我就是特别不喜欢吃水果 但是我觉得如果榨出汁的话 我就愿意去喝它 因为方便吧 我很怕就是吃水果 弄的都是那个果汁 然后就很很很不舒服 我那个我那个配方呢是那个 我现在说一下吧 就是那个一个橙子 一个西红柿 嗯 然后呢再加点那个 加点酸奶 然后榨出来 特别好喝 哇塞可以 我要试一下 一个橙子一个西红柿 加一杯酸奶 加一点酸奶 不用一杯酸奶 一点啊 加水吗 也不加水 那个一般那个榨汁 那个我那个品牌嘛 Juicer是需要加一点水的 嗯 要不然转不动哈 对对对 肯定很好喝 我觉得而且对肠位很好 因为又有VC 然后又有这个酸奶 益生菌什么的 对对对 一定特别好 你喝完以后就更白的反光了 耶 我现在已经很白了 哈哈哈 你已经太白了 都不用给你把光 我特别开心的一点 是因为刘特也很白 对 他已经更白了 你知道我们调色的时候 你们俩就是一到你们俩 那个两个就跟白板一样 哈哈哈 但这特别好 因为有时候我拍戏 如果是男演员皮肤黑一点 就是颜色深一点的话 很麻烦打光 因为如果打我正常 打他就黑了 如果打他正常打我就曝光 所以有时候调色就很麻烦 但是没想到碰到刘特我觉得特别好 就咱俩我们俩的皮肤都特白 所以我们一起的时候 就不会担心说打光会有存在一些麻烦啊什么的 嗯 他就这样的 对 减轻了剧组不少的工作量 对 他皮肤也是很好 是挺好的 人家年纪也小啊 对 毕竟年纪小呀 对吧 大白满满的都是 姐弟恋啊 你 那对于你来说 接受一段姐弟恋 应该就是 完全没有障碍 对吧 你的心态这么open 我完全没有 我觉得姐弟恋挺好的呀 完全不用去考虑 什么剧里边的那种 什么 因为在剧里边 你还是会很犹豫的 对 我生活中不会 我觉得 因为我有交往过 比自己年纪小的男生 然后 因为我的这个 对 因为我的这个心理状态 可能就比较 就是幼稚吧 我觉得 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跟年纪 比我大很多的人 就是 沟通 可能跟年纪比较小的人 沟通会好一点 所以就是玩 就是有共同话题 然后也可以玩得来 所以我比较适合 就是可能跟同龄人 或者是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交往吧 对 对 老板说闻到了八个的味道 点到为止 我只能说这些 了解一下你的感情经历 哈哈 要上热搜的 你说太多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不说了 这只要是为了戏 哈哈哈 可以这样 有网友问你 拍吻戏好不好玩 嗯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刚开始跟男演员拍吻戏的时候 会紧张的 真的还是会紧张 但是如果 比如说在这部戏里面 比如说跟刘特 因为我们两个也比较熟了后来 然后我们也接受了这个人物的状态 所以后来我们演吻戏 或者是比较亲密的戏的时候 都不会就是有尴尬 然后也很顺其自然 因为我们都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里面 然后大家也很相信这个角色 所以拍起来就不会有那种 就是特别尴尬的感觉 还是还是挺就是 挺入戏的吧 大家都 他们真的很八卦 都在都在问八卦 行 你们问吧 你们问吧 八卦是人的天性 其实我也很喜欢八卦 你们说问吧问吧 总是问这个不太好 预告花绪 有床 有床戏吗 哈哈哈哈 没有 有吗 没有 真没有吗 有吗 我都忘了吗 那你有男朋友吗 那你有男朋友吗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好吧 花绪的互动太平凡了 花绪的互动太平凡了 我八卦意见 太多了 没有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拍戏 就是真的很甜 我们的剧本真的很甜 然后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 大家也就是特别就是默契特别好 所以不光是我跟那个刘特 我跟米露 我们两个人也特别像 就是到现在我们都是 已经是闺蜜 我们到现在感情特别好 前两天我们大家还在聊天 说我们都很互相很珍惜对方 因为很难得就在一部戏里面 大家也是戏里面也闺蜜 然后平时生活中也相处成了闺蜜 所以我们现在还就是都很珍惜对方 然后也都特别好 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我们两个跟戏里面特别像 他就是他虽然跟我是同龄吧 我们俩差不多大 但是他特别像就是姐姐一样照顾我 对特别像我们剧里的那个感觉 我们俩基本上就延续了这个 所以当时那个刘明莉 你这个选定他们俩真太合适了 跟那个角色 对他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就是从外形到内在的性格 包括说他们自己的演技 就是要来驾驭这两个角色的话 对因为我记得那天就在我这个办公室 刘明莉做咱们在讨论是吧 说找谁找谁找谁 讨论演员 对 我说要用我们自己的签约艺人 你说哎呀要找一些年纪 什么叫年纪大的 然后说了米露 就说最后最后我同意了 好OK 对真的是找对人了 其实主要是他们的他们曾经的演戏经历 是非常适合来演这个 你看令雪云她毕竟是一个有精力的女人 虽然说她是一个断工女哈 虽然说没有出来工作过没有社会经验 但是毕竟她她的年纪也摆在这了 29岁半对不对 所以就是不能够用特别新的人去演 她可能演不出来那种状态 而且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沉淀过演技的这种演员来演的 所以米露当时其实也有问过我说 我来出演这个周全这个角色的话 我的那个闺蜜是谁呢 然后我跟她讲了 是蒋梦杰 然后她就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互相挺认可 我们真的是从第一天拍戏开始 就就是那个化学反应就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真的是马上立马就成为闺蜜 而且现场特别闹 其实刚开始刘特在一起演戏的时候 刘特是就还挺害羞的 因为她毕竟没有名字 对对 然后她还挺害羞的 但是成功的 因为我就跟那个米露 我们俩就说 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 我们俩要把这个男孩给代宝片了 然后结果没有一个星期就把她给代宝片了 她后来变得比我们还嗨 然后每天在片场都特别的活泼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剧里面有一对奇怪的CP 就是蒋梦杰跟米露这对CP 对因为我们俩 你们俩注意了 我们俩关系太好了现在 对 就是和角色很像 就是我们生活中也跟角色特别像 你现实中也有米露这样的闺蜜吗 就是剧里面 陈生跟周权这种的甜蜜 有有有 有的有的 我有就是可能十几年的那种发小 然后也是变成了特别好的闺蜜 一直都是到现在都特别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您说 有同学是吧 后来变成闺蜜了 就是有 我有好几个 因为我觉得我朋友还挺多的 我有就是那种 从十岁十一岁在北武的同学到现在都很好 然后就是特别好的闺蜜 有那么两三个 然后包括轩露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也是 对 他也是我的 小花 对 他也是你的闺蜜啊 因为他跟我同班 他也是北武 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也是一起考进北武的附中芭蕾系同班的 然后到现在我们感情也特别好 然后就是 像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互相支持的那种 然后还有别的行业的朋友 也是就是十几年的朋友都特别特别好 然后包括现在多了一个米露 也特别好 对 我很多闺蜜的 卡住了 太好了 那个时间 愉快的聊天 时间总是显得很短暂 我们已经一个个小时了 卡住了 今天的聊天要差不多要该结束了 然后就卡住了 下面我还要去准备我的那个英语直播节目 对 我现在 然后呢 诶 怎么断了 拍马上 那个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蒋梦杰这个账号 对 然后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账号以后经常在这发点短视频啊什么的 好的 然后粉丝我也会转发一下 然后粉丝长起来 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会经常过来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后一定要关注我的这个 明天明天你会到 你会来对吧 明天来明天来明天是咱们的这个 播出首播日哈 明天我一定会来的 是的是的 明天见 好的 明天见 明天见 然后那就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聊得很开心 好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 然后明天就会在搜狐播出了哈 然后大家那个一定要支持一定要来看 好嘞 嗯 朋友再见 然后那个蒋梦姐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断掉了啊 好我们也结束了 这样子